MBA本赛季的常规赛已经接近尾声 球员们对各大奖项的坠逐也已经进入白热化的阶段 在众多奖项中 最快进步球员无疑是热度非常高的奖项 今年表现亮眼的贾莫兰特 泰里斯马克西还有迈尔斯布里奇斯等人 都是该奖项的有力争夺者 不过有人进步 自然也有人退步 因为各种原因 每个赛季状态下滑的球员也不在少数 大家好 我是球哥 本季影片我就来盘点一下本赛季那些令人失望的球员 一说起这个话题 我想心里最不是滋味的恐怕还是纽约尼克的球迷 因为纽约尼克的老大朱利耶斯兰德尔不仅是去年的最快进步球员 他还在上个赛季生涯首次入选全明星 可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将在这个赛季大有作为时 这个家伙却在今年打出了极其辣眼睛的表现 在球队招募了肯巴沃克 埃文赋宁也等心源的情况下 兰德尔却迟迟无法融入新阵容 作为内线球员 他习惯性递过半场就向孔威要求 喜欢和往年一样用自己的单打解决问题 甚至不愿意去给孔威党差 也正是因为兰德尔这种不端正的比赛态度 他不仅让自己的数据大幅下滑 还拖累了球队 纽约尼克本赛季无缘季后赛几乎已是定局 第二位令人失望的球员是勇士队的克莱汤普森 他的回归本是勇士球迷期待不已的 所有人都希望这位球队二当家的付出能分担库利在紧攻端的压力 毕竟每场比赛都要被包夹的感觉可不好受 克莱也在赛季初放出好眼 不会让那些包夹酷利的球队付出代价的 可真等到克莱付出以后 他在球场上做的却与他曾经许下的诺言大相径庭 重新回归球场的汤普森似乎是太过急切的想要证明自己 向来习惯无球跑位 接球投篮的他忽然痴迷上了持球进攻 于是我们便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在场上运球后飘移中投的克莱 而这样不务正义的克莱 他的投篮命中率也可想而知 截至目前 汤普森本赛季的命中率仅有40.9% 为职业生涯的新低 要说现在的他令人失望 那可一点也不为过 接下来我要谈的球员是热火队的头号球星奇名巴特勒 可能会有人对此感到疑惑 毕竟热火如今高居东部第一 巴特勒的数据也不差 他怎么会令人失望呢 可事实上 现在的巴特勒相比以前 他在进攻端还是有了不小的退化 尤其是在三分球方面 往年的巴特勒虽然不擅长投射 但他的外线三分的命中率还是可以保持在三成左右 可在本赛季 他一共在三分线外出手86次 只命中了17球 命中率不足两成 可以说 巴特勒已经跌落到一个补回投篮的水准 这一位热火的季后才埋下了隐患 因为他们的关键球很可能只能叫给洛瑞这位老将 或者是新罗这样的年轻人来执行 而不是巴特勒这位球队领袖 第三位令人失望的球员同样是一位领袖 他就是拓荒者的当家球星达米安利拉德 本赛季绝对是利拉德进入联盟以后最低迷的意念 或许是因为更换了比赛用球 又或许是腹部伤势的影响 因伤休战前的利拉德表现糟糕 尤其是在他擅长的投篮方面 32.4%的三分命中率和40.2%的走命中率 皆是他职业深压的新低 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连上空篮都经常上丢 令球迷可谓是大闭眼睛 如今的利拉德因为腹部伤势已经确诊了两个多月 不知伤育复出后的他还能否满血复活 如果要论本赛季令人失望的球队 那么我想洛杉矶湖人队绝对有资格上榜 没人会想到阵容豪华的他们如今 连能否进入寄托赛都是个未知数 而湖人之所以这么拉垮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于队内的球形反回不佳 先说说湖人的内线之主安东尼戴维斯 独冠赛季的戴维斯堪称是真正的内线巨手 不仅在对手的内线翻江倒海 还在湖人自驾进去设立了禁飞区 令其他球员没人敢在湖人的内线放肆 可独冠以后的浓眉似乎是有些放飞自我了 凶赛气得他没能保持好自己的体型 导致自己在常规赛开赛后迟迟找不到状态 与此同时 浓眉在赛场上的胜负预约降低了许多 时常是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 尤其是在本赛季 为了打5号位进行增重后浓眉各状态进一步下滑 不仅在内线没了以往的统治力 还丢失了曾经融合的投篮手感 这也导致他的三分球命中暴跌至18.2% 为近几年来的最低 不过相比浓眉低迷的赛场状态 更令胡人球迷揪心的恐怕还是他脆弱的身体 自上一赛季起 戴维斯的身体似乎就成了一种常态 相比在秋场上 球迷看见更多的还是西装格律坐在场边观战的浓眉 胡人第二位拉垮的球星想必大家也猜到了 那就是神归威斯伯洛克 已经不在年轻的威少在离开雷霆后理所应当的出现了瞎话 可不论是在火箭还是无师 那时的他至少还算一个球星 甚至上赛季无师还依靠他赛季末的爆发闯进了季后赛 而他上赛季的数据也是极为亮眼的场军三双 可今年到了胡人 由于不再掌控大量球权 威少似乎连球也不会打了 在进攻端 他的投篮准星彻底丢失 在防守端 他又成了大落少 经常被对手的后卫一步过掉 变成喜剧人的威少在球场上还时不时整变节目效果 要么是传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传球 要么就是投篮将球投到气势器上 不可否认如今的威少依然努力 他在球场上的态度绝对没问题 可他的状态实在不敢恭位 要论本赛季最令人失望的球员 威少绝对有资格竞争 好了 球哥也盘点完了 那么正在看这部影片的 你认为本赛季最令人失望的球员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并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